你冷静点 我刚才问过你同事了 其实你呀 根本没有女朋友 谢谢 魏坦 林烟小姐刚才说我没有女朋友 真的吗 在外面的那个女人 是柏拉队长的女朋友吗 不是她 不是小明 我就知道她肯定不是 我有听伯母提起过 你从小呢就喜欢吃蟹黄 但是不喜欢吃蟹肉 来 我给你弄 事实上我们队长的口味 就是这么与众不同 好不好 我都帮你剥好了 就吃一点吧 三哥 三哥 你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吧 不用觉得奇怪 因为这个称呼呢 只有家里人才这么叫 以后你会慢慢习惯的 魏坦 你冷静点 你冷静了吗 你冷静了吗 喂你 别闹了 放开我 我可以放开你 但你不能伤害别人 队长 你是故意让我 故意让你吃醋 你刚刚的那些表现 就是在吃醋 我啊 可能是太在乎你了吧 所以才控制不出情绪 我们队长也会玩这一招 很有心机嘛 什么 谁的小孩啊 来 我 刘总 不是吧 你们连孩子都有了吗 我不能接受 我要去告诉伯母 来 来 来 我们是警察 能自己解决 放心吧 谢谢 谢谢啊 还在哭啊 还在哭啊 对不起啊 问过所有客人了 没有人看到孩子的妈妈 谢谢你 那我先去忙了 真是可怜 刚刚看监控录像里面 也没发现孩子的妈妈 走进餐厅 倒是看到孩子独自进来 这孩子身上有没有 能辨认身份的东西呢 只有脚踝上的脚链 队长 那就没办法了 你叫什么 他亲手手啊 阿宁 他们亲手啊 怎么了 喂他 哎哟 队长 这种秘密武器 你不早拿出来 我的眼睛 不是我的 是薇坦的 是我的吗 好甜蜜呀 薇坦 可以考虑嫁给队长了 他呀 都准备好当爸爸了 快 别在这添乱 走 跟我出去买奶粉 走吧 韩叔 您走前面 对 这样 像这样 等一会儿 这样 嘟嘟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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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爸爸开心一下 好玩吗 下去 真的是我的枪 好玩吗 本来我是想说 邀请你去野餐 顺便拿去玩的 不过 对吗 对吗 让我玩玩好吗 来了来了 泡泡来了 我们回来了 好可爱呀 安静警官 琳达小姐来了 好的 好的 不不不不 还说还说 让我来就好 非常感谢美丽的琳达小姐 为了我这么努力 之后定以大餐 报答你的帮助 请吧 小姐 你这小丫儿 给您 这份样本A和样本B可以证实 它们之间并不是亲子关系 也就是说你们在餐厅门口 撞到的那个女人和这个孩子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而这个孩子的DNA 和已经陆入库中丢失孩子 和孩子的父母做过对比了 发现孩子的父母 目前在外府 不过我已经设法联系上 他的父母了 他的父母知道之后 非常地高兴 但是因为两周前 孩子意外丢失了 孩子母亲的情绪波动太大 孩子父亲需要留下来 照顾母亲 所以呢 没办法马上赶来接孩子 所以我想麻烦一下你们 能不能送一下孩子过去 可以 谢谢 那 就 今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先告辞了 哦 还有谢谢你说的靠楼大餐 这是我的执着所在 并不是为了你 西瓜小师妹 小明别二次伤害 要什么要什么 不如我就叫你 小西瓜怎么样 哇 小师妹 喂喂喂喂喂 呃 啊 你想要爸爸妈妈松��세요吧 Advent beer 好